哈嘍,今天第...幾天啊? 不知道今天第幾天? 今天第15天了,終於半個月了 斷食第15天半個月了 然後今天是這樣子,體重變化一樣沒有變 那個KKB外面我不敢再加那個辣了 那個太麻了,兩個水豬蛋 然後蛋白質一堆了 量真的蠻多的,OK轉過來 然後體重變化,昨天吃一吃老先爵 呃...吃的蠻多,我吃一碗飯 一碗飯添滿的,然後飯是最後吃 然後重點我吃的那個冰淇淋吧,那是三坨吧 三坨我吃了三次了,等於說添了很滿三次了 應該有蠻多熱量的 然後不小心喝了糖水 等於說冬瓜茶,冬瓜茶喝了一杯半吧 因為到後面無糖粒沒有了 只有剩冬瓜茶我就喝了很多甜的 啊...可是我就覺得有點良心不安 我昨天下午就去跑個六公里 慢慢跑跑六公里 因為昨天天氣滿涼的,今天也是滿涼的 然後幫我回來去跑步了,跑個六公里 把那個底消掉了 所以今天我一樣沒有胖 我一樣吃78.8 然後重點是你要吃人飽 因為鄉鎮的現在已經... 剛才...有些... 那個MOD用幾個人家處理了 所以拖到比較晚吃 現在快兩點了,其實我肚子不威了 我們已經適應這種方法 就比較可以耐得住肌了 這個是相當好一個好處,對不對 然後白天工作一樣 不會說精神很糟糕啊,體力沒有 不會啦... 嗯...習慣就好了 因為... 這種是要因人而異啊,習慣就好了 所以... 不習慣就要改方法 我是這樣認為啊 不是說我這個方法真的很好用 我沒有建議大家這樣子... 這樣子用激烈的斷食 真的不要 你看你的身體有沒有辦法適應這個東西 然後你相關知識要... 要讀取一些事實 才不會因人不良 像我所知道的是... 蛋白質攝取太多 真的也是會變成脂肪 這點要小心一點 OK啦,那我要用餐啦 那喜歡影片歡迎訂閱,掰掰,再見 OK... 比較經典一點啦,兩分鐘 OK,那我用餐啦,掰掰,再見